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准确和详细的预言 在这里我讲一个比较有趣的预言 就是在启示录九章十八节 那里讲到有噴出来的火和烟和硫磺 就会将人的三分之一杀死 硫磺普通烧的时候 是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可以将人的三分之一杀死 但是在耶稣之后一千年 中国人就发明了火药 后来西方就将它发展成为炸药 那杀伤力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圣经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存在 但是圣经已经说明将来会有些武器 炸药是含有硫磺 还有它是有火和有烟的 但是这个预言最后一部分 就是杀死人的三分之一 是未曾应验的 这个是圣经讲到世界末期的时候 是会有很多的战争 还有世界最后一场的大战 在这个时候这个预言就会应验的了 其实我们只是看圣经的预言 它们这么详细和准确 我们已经知道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当我初信的时候 我就看到圣经的预言 我就看到它是这么真的时候 我已经是全心信靠耶稣的 希望你看到神的真实性的时候 你真是接受全能的真神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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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